我最近去的是美国 跟中国做光伏的业企业家做了一些交流 是他们先说的要减少碳排放 但是他们要把 比如说找这种戈壁摊 找框地 搭很多光伏板 做绿色发电 他们如果不从中国买 他们自己做的成本 发电的成本也很贵 几乎导致无法实用 中国人确实很聪明 通过这些年的这种内部的竞争 这种市场的这种自由竞争和血拼 我们确实把光伏的发电的成本 降到很低 效率做了很多的提升 所以我们的产品不是过剩 而是恰恰能够满足全世界人民 减少碳排放的需求 所以我认为 这不是过剩的问题 是美国觉得它在仍然竞争不过你 找了一个理由 然后你包括从汽车上来讲 当然特斯拉是我们所有国内新能源网联车的榜样 对吧 那前几年是这样的 也感谢有这样一个老师 他来中国建厂像一个年余一样 激活了中国整个市场 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学习能力都很强 不但没有被他打死 反过来大家都获得了进步 对吧 包括比亚迪 包括吉利 包括富贵桥里这些新兴势力 所以我是觉得再下一步 那中国的车我觉得会如果卖到全世界去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享受中国这么物美价廉的这种智能驾驶的体验 智能做成这种丝滑的操纵感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这种一个市场前景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中国的这个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车 会成为世界第一阵营 那坦率的说 欧美在这一块的竞争力 我觉得是比不上我们的 所以可能还是因为竞争不过一样 就说你产能做生 谢谢